之前有小伙伴问我有没有可以帮电商产品图片换背景的AI工具 而且还是免费的 我在AI经济之念这个视频里面已经介绍了很多可以免费帮电商产品图片换背景的AI工具 包括Vshop 美图秀秀等等 那么小伙伴又进一步提出了需求 能否用AI直接将电商产品图变成视频呢 基于小伙伴的这个需求 我探索了一下全流程用AI将产品从概念到图片到视频的工作流 事实上有多条路由都可以实现 我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 首先分为无实物概念阶段产品工作流和有实物产品工作流 那么概念阶段产品还处于构思阶段 我们需要通过AI来表达这个产品的失效以及一些概念视频 那么有实物产品就是产品已经生产出来 我们需要拍摄一些视频来宣传这个产品 都可以通过AI来改进工作流 降低这个过程的成本时间和资源的投入 那么我们首先看无实物概念阶段产品工作流 它大致的流产是 首先通过AI来生成产品图 用Stable Diffusion Mid Julie 或者Neolado Endure Grand 都可以选择 AI生成产品图之后 我们有三条图形可以将图片转为视频 第一个将图片直接转为视频 有三个AI工具 Roway Pika 和Leapix 还有一条图形是将AI图片先转成3D模型 通过3D CFM这个网站将图片转为模型 再将模型导入造物云这个平台 转换为商业级的商品视频 还有一条图形就是 用AI生成产品的概念图之后 通过图片自己建模 获得模型之后 再次导入造物云直接转视频 那么有失误产品工作流 第一条图形是环绕拍摄产品的视频 然后通过3D Preso这个平台 将视频转为3D模型 再导入造物云转成视频 或者我们通过绿幕拍摄产品的视频 只需要简单的布一下背景 这个背景可以是绿幕或者是其他橙色都可以 然后通过即将上线的MagicEdit这个AI工具 来任意的更改视频的背景和特效 当然这条图形有待于MagicEdit前端的推出 目前还没有UI界面 可以让用户直接互动 我们回到第一个无失误概念阶段产品工作流 我将分别演示 第一个工作流的4种方法 这是我用Niorado生成的一些 虚拟的包的产品图片 那么生成这些包的提示词 我也放在视频简介下面了 需要的同学可以自取 我们选其中几个包来演示这个工作流 那么图片直接转视频 第一个AI工具就是Runway 好 我们以这张包为例 来讲解第一个工作流 使用Runway生成视频 将这个图片下载下来 来到Runway的主页 点Image2Vidu 它上面有3个选项 Image加Description 就是图片加上提示词 光图片Image和光文本Text 那么这三个选项我们选哪个呢 我们只需要选Image 不需要输入任何提示词 也不要使用Image加提示词 因为经过实际测试 发现提示词根本没有用 AI不认的提示词 所以已经使用Image就可以了 上传刚刚的图片 然后叫Motion值 调到3或者是4 直接选了Runway就可以 至于Motion值为什么是3 那么在另外一个视频 会专门讲解不同Motion值 对视频的影响 最后得出结论就是 当Motion值超过5的时候 视频的主体就会发生变化 变得不可控 当Motion值在Alt34的时候 会获得比较好的视频效果 具体可以看弹幕中的这个视频 链接我也同时放在简介里面了 生成好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你会发现即使Motion值是3的时候 主体也发生了轻微的变化 我们想主体固定不变 将它的值调成Alt再试一次 好 我们看看Motion值调整为Alt的效果 此时我们发现 视频的主体没有发生变化 获得了一个轻微平移的运镜效果 视频基本能用 好 那么这就是Runway 从图片生成视频的操作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种方法 使用Pika 进入Pika的Discord 那么Pika我经过测试 Pika有三种方法可以生成视频 我们不使用直接用文本生成视频 我们使用另外两种方法 输入斜杠 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animate 一个是create 那么create是图片加提示词 animate就是只用图片 不用提示词 它直接将你变成视频 那么进过测试 我发现使用create加提示词 完全没有效果 和Runway的image加description一样 最爱对你的提示词完全没有认知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用animate加一张图片 我们点animate 点drag and drop 将刚刚的包的图片上传上去 回车 请求就进入了对列 那么在等待生成的同时 我们看一下 只用create加上提示词命令生成的视频 是什么效果 好 我们搜索一下之前生成的视频 这上面的蓝色显示你使用了create还是animate 我们找到create 比如说这张提示词 我使用的是create命令 同时加上了提示词prompt the bag moved to the back of the leaf 包移动到叶子的后面 也就是有一个皮移的运镜 将叶子逐渐移动到遮挡包的位置 形成一个前景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形成平移运镜 包在原地动了一下 同时叶子微微的晃了一下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提示词使the bag pan 包平移 然后给了一个运动值motion3 我们再看一下它有没有平移 你会发现它完全失控了 它还自己加了很多人物动作 再看这个使the bag pan to right 包平移到右边 你会发现画面基本没什么变化 只有后面的树叶稍微动了一下 再看这个提示词 Canvas pan to left 对包没有办法 我们直接让画布平移看行不行 你会发现画面也没有任何变化 好 那我们再把提示词改成the bag vip tilt shoot 这个包平移倾斜 画面也没有任何变化 或者提示词改成the bag zoom out 包缩小 看它会不会形成效果拉远的镜头 你会发现也没有变化 只是包原地动了一下 这样的画面会让人感觉非常奇怪 再看这个the bag zoom in 包放大 看它能不能形成向前推的镜头 也没有变化 我们再看看用animate接加图片生成是什么效果 你看它的主体非常的稳定 包没有动 然后后面的树叶未动 所以还不如你不用提示词直接用图片 使用animate meaning是它动画视频化 我们看一下pika生成的放大的效果 仔细看镜头有一些稍微的抖动 后面的树叶 雷风飘动 另一张图 使用animate 让船另一个包 我们使用这张包来测试好了 上传之后回车 好 在等待视频生成的同时 我们再说图片转视频 第三种方法 也是效果最好的方法 就是使用layerpix 好 进入layerpix主页之后 点upload 上传我们的测试图片 好 它直接就生成了一个动态的效果了 我觉得它是三者里面效果最好的 这边上有一些菜单 第二个animationstyle 点开 你可以选择它的运动模式 可以平的呀 椭圆形运动啊 或者做圆形运动啊 或者做一个树的圆 晃动 或者垂直的运动 那么效果最好的就是perspective透视运动 它会将商品推到你的前面 然后又缩回去 就给你产生一种在尿你的感觉 极大的激起你的购买欲 通过amount of motion 可以调节它运动的幅度 我选择的是more 运动的幅度最大 regular看一下 嗯 它向前推的幅度就小一点了 那么一般我们都不需要做过多的调整 就直接使用animationstyle中的perspective 点击share 它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选择mp4.save 它就下载完成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 我们再换一张图片测试一下 用这个包好了 嗯 这个效果 我觉得更好 好 再用这个包测试一下 嗯 这个效果也很好 好 我们回到discord 看我们刚刚的图片生成好了没有 应该就是这一张 播放一下 嗯 它后面的树叶微微动了一下 好 我们换一张包再测试一下 点element 然后上传这个包 回车看一下 好 这个包生成了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完美呀 植物被风吹动 基本上就是一个固定镜头的效果 好 说完了AI图片直接转视频 三种方法后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途径 就是通过AI图片先转3D模型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网站呢 通过这个 3D CSM AI 好 这是我之前已经用图片转成的模型 包括这个花瓶和这个包 如果你要转换自己的模型 操作不足也很简单 点upload image 上传 你要转的图片就可以了 因为我前面已经上传了一张图片 所以它让我等待前面的图片 生成模型之后 再次上传下一张图片 好 这是已经转成模型的图片 我们鼠标放上去 它就会显示 转成模型之后的预览图 我们点进去 在右侧会显示 3D模型预览图 用鼠标左键左右拖动 它就会旋转 要下载模型 就点右上角的download image 你可以选择下载的格式 obg glb 或者是usdz 我们不要选预览的obg 选refine的obg 改进后的obg 点击obg 它就自动进入下载 下载下来是一个压缩文件 打开 解压压缩文件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到造物云 点击免费体验 用你的手机号登录进去 登录进来之后是这个界面 点视频渲染 立即使用 它给你预制了一些模板 你可以不使用 导入自己的模型 上传刚刚解压过后的模型 好 这个包就上传上来了 我们可以点材质 选择一个皮革材质 我这里为了做演示 就随便选择一个材质了 比如说做旧皮料 然后调整它的视角 调整到一个平视的视角 然后在左侧菜单选择动效 这上面有预制了很多运镜的效果 比如说拉远 短距离 缓入缓出 看一下 你看它的确是一个拉远的效果 我们再看一个长距离的 再看一个左右平移 再看一个经典的顶式转到前式 好 调整好了你需要的运镜和动效之后 直接点生成视频 就可以导出你所需要的视频了 由于造物云没有适用额度 我这里就不演示了 你也可以选择下载GLB格式 这样它可以保留本来的材质 导入造物云之后就是这个效果 它将这个包装贴纸的材质 一并导入过来了 我们看一个短距离慢到快 再看一个推短距离快到慢 调好了镜头之后 点生成视频 就可以导出视频了 大家不要看这个效果现在很拉垮 这不是重点 想想去年5月份 Mid Jelly画出的图是什么效果 再想想现在Mid Jelly出的图是什么效果 细节效果的进步 我们可以等待技术的进步慢慢抠 重要的是这个工作架构和流程的简利 它会重塑我们的行业的工作流 等到它的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的时候 它对整个广告行业以及商品摄影行业 带来的变革将是革命性的 你觉得AI会给商品摄影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吗 可以在弹幕中选一下 好 从概念图生成视频的第三条途径 就是根据图片自己建模 然后也是将模型导入造物云转视频 这一节是用于有一些工业设计基础的设计师 已经有了自己的现成的模型 那么就可以直接导入造物云转视频了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 产品已经生产出来之后的 实物视频拍摄工作流 第一个思路也是通过视频转成模型 再将模型导到造物云转视频 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拍摄一个产品的绿幕视频 然后再通过即将上线的Magic Editor 来更改视频的背景和特效 对于Magic Editor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看弹幕上的这个 9月AI最新进展的视频 链接我也放在简介里面了 由于Magic Editor 目前还没有和用户可以交互的前端 这个等到Magic Editor上线了 我再细说这条工作线 那么我们重点讲授 第一个中国视频转模型 再转视频的工作流 有些人说了 既然我可以直接拍视频呢 为什么还要先把它转成模型 再把它转成视频呢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实际上 如果你要拍专业的 可以用于商业广告的产品视频 需要配备专业的设备 灯光以及投入很多的人力和资源 而这里面所说的拍摄视频 只是拍摄一个满足 能转成模型要求的视频就可以了 而这你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完成 好 我们来到3D Preso这个网站 点击Capture Video to 3D 在这里面点Upload上传 你提前拍摄好的一段视频 当然这个视频拍摄是有要求的 那么这个视频需要你围绕着物体 做360度旋转 如右头所示 并且从上中下三个不同的角度 拍三次 那么具体拍这个视频有哪些要求 我将会在另一个视频中详细讲解 链接我放在简介里面 你也可以在弹幕中点击观看 那么这里我们直接上传拍摄好的视频就可以了 我拍摄的是一个杯子 我直接进入My Models My Creations 给大家看我之前已经转好的视频呢 是一个框圈水和一个杯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杯子 好 这是我之前拍摄的一个放在凳子上的保温杯的视频 它已经转成一个3D模型了 你可以用左键按住转动它 我们看一下全屏 拍摄的时候它的底座最好不要有反光 有反光就会影响最后模型的生成 好 如果要获得这个模型 就点get this model 然后点ok i'll get it 消耗5个bins 也就是5个积分 或者叫5个豌豆 你可以选择模型的质量是高质量 中等还是低 选择格式是obg还是glb 那我们就选glb看一下 然后点download 下载已经完成 然后我们再次来到造物云 点视频渲染 点导入模型 找到我们刚刚的cupglb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试几个运镜 比如说拉远 确实产生了拉远的效果 好 我们调整一下它的视图 调成三视图的正视 给它一个推进 短距离缓入缓出 好 基本是这个效果 还有推进长距离缓入缓出 好 再来一个经典的顶视转到前视 还有旋转 好 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好 最后我们再将 UI图片直接转视频的三种方法 生成的视频放在一起 比较一下 大家自行鉴定效果 以上工作流涉及到的所有平台的网址 我都放在简介里面了 小伙伴们可以自行领取 如果你也有关于AI产品视频工作流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长按点赞 等于收藏 Teeth